每当她微笑着走上跳台 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 她那令人惊叹的水花消失数 可谁又能想到 这个年仅17岁的女孩 正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 腰部几乎不能长时间站立 脚踝肿起如拳头大小 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巴厘奥运会的跳水台上 全红蝉再次夺得金牌 成为中国体育界无可争议的传奇 她的完美入水 几乎没有一丝水花 令全场观众为之惊叹 然而光鲜的奖牌背后 是她常年累积的身体伤病 正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健康 就在不久前 全红蝉因腰伤复发 不得不入院治疗 脚踝的伤情也持续恶化 令人对她的未来充满担忧 这并非全红蝉第一次与伤病抗争 她从七岁便开始高强度训练 腰部 肩膀 脚踝 这些跳水运动员最容易受伤的部位 在她还未成年的身体上 已经布满伤痕 每一场比赛前 她都要忍着疼痛 紧紧缠绕着厚重的绷带 脚踝上的肿块 时刻提醒着她 跳水的光辉背后 是伤痛和牺牲的代价 今年夏天 四年一度的奥运胜会 在巴黎如期举行 全红蝉再一次成为 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 她那几乎没有水花的完美入水 成为跳水界的经典瞬间 她笑着站在领奖台上 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牌 仿佛胜利的重量 与她轻盈的体型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 没有人知道 这位年仅17岁的少女 在镜头之外 正为伤痛所困 这次的伤病再度爆发 似乎不再是简单的身体疲劳 腰部的劳损 已经严重到 无法长时间站立 活动时 她常常会下意识地 用手捏住腰部 缓解疼痛 尤其是在9月份的一次公开活动中 她站立了过长的时间 表情痛苦到无法掩饰 甚至多次下意识地捏着腰部 这一幕被镜头捕捉 传遍了社交媒体 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她从未在公众面前 表现出丝毫的软弱或不适 但这次 疼痛终于击溃了 她的坚强表象 而腰伤并不是唯一困扰 全红缠的问题 长期的高强度训练 让她的脚踝严重劳损 甚至肿起了一个 拳头大小的包块 每次训练和比赛前 她必须花费半个小时 用绷带层层缠绕脚踝 才能稍稍减轻剧烈的疼痛感 这种情况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几乎成为了常态 但她从未向外界透露过这一切 她只是在每一次跳水之前 默默地承受着身体的极限 用超越年龄的毅力 一次次从高台上完美入水 仿佛伤病从未存在过 全红缠的成功 毫无疑问是用她的汗水 泪水和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尽管年仅17岁 她的身体却早已不堪重负 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她 背后是无数个不为人知的艰辛夜晚 训练场上 跌倒 受伤 再站起来 是她每天要重复的日常 每一次完美的跳水动作背后 都是她付出的巨大代价 奥运会结束后 全红缠并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息时间 随之而来的是 接连不断的社会活动和媒体应酬 她的曝光率几乎赶超顶级明星 家乡的村庄 因为她的名气成为了网红打卡地 成千上万的游客 涌入这个曾经寂静的村落 日夜不息 而她自己 却几乎没有时间回家看望亲人 反而在忙碌的日程中疲于奔命 在繁忙的活动后 全红缠终于在今年秋天 回到了国家跳水队准备开启新一轮的赛季训练 然而 当她重新站上训练台 身体的状况却远不如以往 集训没多久 她的伤病便迅速恶化 脚踝的肿块愈发明显 疼痛加剧 她的腰部状况也变得愈发严重 以至于无法长时间站立 在教练陈若林的陪同下 全红缠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 伤情让人倍感担忧 曾经那个笑容纯真的少女 如今面临的不仅是身体的极限 更是职业生涯的位置 她的腰伤 脚踝肿块 以及肩部的老损 都是跳水运动员 最难以治愈的职业病 她的每一次训练和比赛 都是在与身体伤痛的对抗中度过的 即便如此 全红缠依然选择坚强面对 她没有选择放弃 也从未在公众面前 表现出丝毫的脆弱 她的每一个笑容 依然如阳光般温暖 她的每一次跳水 依然那么完美无暇 即使脚踝疼痛难忍 即使腰部疼得无法直立 她依然用无与伦比的毅力 一次次站上跳台 完成那几乎不可能的动作 对于全红缠来说 跳水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更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她用17岁的青春 书写着属于她的传奇 而这个传奇背后 是她一次次超越身体极限的付出 使她对梦想执着的坚持 这次伤病的入院治疗 也让外界开始关注她的未来 腰伤和脚踝的老笋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将可能严重影响她的职业生涯 而她能否在未来 继续保持巅峰状态 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悬念 无论未来如何 全红缠的故事 已经深深打动了无数人 她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坚韧与勇敢 即便身体伤痕累累 她依然站在跳台上 笑容灿烂 背影坚挺 也许正是这种无畏的精神 让她成为了跳水界的标杆 全红缠的伤情虽然让人担忧 但她的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她所承受的痛苦与牺牲 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而作为观众 我们能做的 就是为这个勇敢的女孩 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愿她早日康复 再一次在跳水台上 展现她那无与伦比的才华 未来的跳水世界 依然属于她 此外 跳水台上 运动员腾空而起 瞬间入水 水花瞬间消散 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 可这短短几秒背后 运动员们日复一日的训练与汗水 却从未停止 就在这个水花出退的时刻 中国跳水队迎来了新一轮的集结 承载着国家荣誉与期望的新老队员 再次站在了新的起点 而这一次的集结 尤其引人注目的 是关于队伍中的三位新成员 和一位老将张家琪的退役悬念 这次的集训 不只是简单的归队 更像是中国跳水队 未来四年全新篇章的开端 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逐渐逼近的背景下 每一个名字背后 都是跳水界暗流涌动的故事 22名被召回的运动员中 12名女选手 10名男选手 肩负着跳水王朝的延续 而在这群人中 除了全红禅和陈玉希 这两位在东京奥运会上 已经书写了传奇的年轻选手 更多人的目光落在了新人的身上 集训第一天 跳水队的总教练周济洪亲自带队 开始了这次残酷而充满期待的训练 周济洪不仅是跳水队的掌舵人 更是见证了无数年轻运动员 从青色走向辉煌的传奇人物 他对每一位队员的要求向来严格 训练强度也因此格外惊人 在现场 不少老将甚至显得有些吃力 而久违归队的全红禅 已经被网友戏称胖了一圈的他 在训练中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疲惫 和训练的压力 他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 那些原本熟悉的动作仿佛变得更加困难 对于全红禅来说 恢复状态的道路充满挑战 而这种挑战不仅仅来自训练的强度 还有从队内新秀们身上传来的压力 此次集训中 两位年轻选手的名字特别引人注目 12岁的李瑞希和14岁的杨志豪 李瑞希 这位被称为全红禅未来的最强对手的小将 在全景赛中以惊艳的表现 获得了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 年仅12岁 他已经展现出不凡的实力 尽管他的成绩还未达到顶尖选手的水平 但作为年轻一代的他 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而他的加入 几乎注定会让未来的女子跳台比赛 充满更多变数 曾经那个被看作无可匹敌的全红禅 如今站在台上 面对的不仅是国际赛场上的对手 还有这些来自队内的竞争者 男队方面 14岁的杨志豪同样备受关注 年纪轻轻的他被寄予厚望 许多人相信他将在未来成为男队的核心力量 他的潜力令人惊叹 而这次集训将是他展现自我 追逐梦想的重要机会 无论是李瑞希还是杨志豪 他们的崛起不仅是个人的成功 也代表了中国跳水队未来的新希望 和这些冉冉升起的新兴形成对比的 是20岁的张佳琪 她曾经是女子十米跳台上的传奇人物 辉煌的职业生涯让她成为跳水界的标杆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关于她是否会退役的猜测始终没有停止 在这个更新换代迅速的项目中 运动员们的职业生涯往往十分短暂 而张佳琪似乎也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尽管许多人以为她会选择在此次集训中退役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张佳琪依然出现在了新一期中国跳水队的集训名单中 这也让她的退役悬念得以揭晓 她暂时不会离开跳台 这一决定无疑让她的支持者松了一口气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会继续留在十米跳台的赛场 未来的她很可能会选择转向到其他项目 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这一转变也许是为了延长她的职业生涯 或是为自己找到新的突破口 每一个老将的选择 背后都藏着无数的艰难与挣扎 他们曾站在巅峰 承受着来自外界的荣耀与期望 而如今 面对年轻人的崛起 面对身体的极限 他们的每一个抉择都影响着未来的命运 对于张佳琪来说 继续坚持或者转身离去 都是一种告别青春的方式 而无论她选择哪一条路 观众们都能感受到 她在竞技生涯中的坚韧与顽强 在全红禅和陈玉希这两位核心选手身上 时间带来的压力无形中不断增加 尽管她们都依然年轻 但在跳水这个项目中 年龄优势并不是永恒的 跳台项目的竞技巅峰期 往往极为短暂 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女子10米跳台冠军陈若琳 也仅仅是在20岁时夺冠 如今 陈玉希已经19岁 而全红禅也步入了17岁的行列 未来的4年后 她们都将超出传统跳水项目的黄金年龄 这使得她们在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时 充满了未知的挑战 无论是陈玉希还是全红禅 她们都不再是那个轻松战赏最高领奖台的少年 她们需要面对不仅来自外界的强大竞争压力 也要应对来自自己身体核心里的双重挑战 李瑞希 杨志豪这些年轻选手的崛起 仿佛一面镜子照出了她们过去的辉煌 也映射出了她们当下的困境 全红禅曾经是天才少女的代名词 而如今 她却不得不为自己的体能状态担忧 胖了一圈的她 或许只是奥运会后的短暂放松 但这种身体上的变化也预示着恢复巅峰状态 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对于陈玉希来说 心里的压力似乎更加沉重 她必须保持稳健的状态 同时也要在训练和比赛中不断突破自我 而未来几年中 她们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和每一个微小的失误 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此次集训不仅是为了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更多的是为了跳水队未来四年的规划 这场新老交替的戏码 已经在队伍内部悄然上演 老将的坚持与转型 新人的崛起与冲击 让这支梦之队的每一个成员 都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跳水队 这支承载着国家荣誉的队伍 早已习惯了在压力下前行 在这片看似平静的水面下 涌动着无数年轻人对于荣誉的渴望 周济鸿作为跳水队的灵魂人物 带领着这支队伍一路走来 不断培养新人 推动老将保持状态 他的选择 他的决策 决定了这支队伍的未来走向 而集训的第一天 正是这场未来战役的开始 全红禅 陈玉希能否守住自己的位置 李蕊希 杨志豪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主力 张家琪的职业生涯 又会以何种方式泄幕 这一切都尚未有定论 未来四年 跳水台上的变数仍将不断浮现 而这次集训 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序章 集结号已经吹响 跳水队员们再一次站上了起点 这是他们的战场 也是他们的青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中国跳水梦支队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